孝武帝司马耀是晋朝的皇帝 司马一的后人 这个皇帝平时没啥爱好就是喜欢喝酒 喝酒之后话又多 喜欢逗人 结果有一天又喝醉了对着身边的贵妃说 你老了不好看 还没有孩子 我要找一个比你年轻漂亮的女孩带取代你的位置 贵妃一听这话是气得不行了 等她睡着之后用被子直接把她给闷死了